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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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 我是Amy realme在上半年的时候 推出了那款中段机型 realme 6 Pro 当时获得蛮多用户的好评的 将来到下半年 它却推出了同系列的新机型 realme 7 Pro 我个人是觉得这次realme 7 Pro的升级 蛮有诚意的 究竟它有哪一些升级又有哪一些亮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直接看第一个亮点 就是realme 7 Pro的Screen 这是realme第一次在他们家的数字系列里面 用上了Super AMOLED屏幕 Super AMOLED屏幕最显的易见的特点 就是显示出来的色彩更加鲜艳 加上现在很多主流的旗舰机 也是搭载Super AMOLED屏幕的 而realme直接把它搭载在他们家的 中段阶级realme 7 Pro 嗯 诚意 加一分 6.4寸的Super AMOLED Full HD Plus开孔屏 20比9的比例 90.8%的屏占比 自家看起来是蛮不错 蛮顺眼的 可是realme是不是对下巴 有什么纸念 这个厚度的下巴 加速机 来到背盖设计 如果说上一代的realme 6 Pro 那个闪电设计 很帅很赢 这样来到realme 7 Pro 它就是走比较气质 斯文一点的路线 配色就有 Mirror Blue 还有我手上这个 Mirror Silver 背盖设计比较干净简约 搭配四摄镜头模组 整体看起来 还带有一点点Premium feel 有没有? 讲到镜头 realme 7 Pro后置镜头 搭载64MP主镜头 8MP超广角镜头 2MP微距镜头 和2MP黑白人像镜头 64MP的主镜头搭载 Sony IMX682 Sensor 这个型号传感器 特点就是感光能力比较强 除了拍出清晰高画质的照片 低光状态下 也可以有蛮稳定的表现 除此之外 肯定也少不了realme最在行的夜拍 Ultra Nescape Mode Starring Mode 还有Tripod Mode 这三大夜拍模式 相信大家也不陌生了的 不过基于这些模式 realme 7 Pro这次在夜拍上面 又多了一点点小惊喜 比如说 在夜拍模式下 还有新家的三种滤镜 可以在同一个环境下 拍出不一样的feel 又或者是 把夜拍模式延伸到视频拍摄 在夜晚拍video的时候 就可以打开Ultra Night Mode 你看 和普通模式比较起来 除了整体亮一点 画面里面的噪点也少一点 realme 7 Pro在视频的滤镜 还多了AI Color Portrait 和单色视频的模式 拍出来的video 除了人以外 其他都是黑白的 或者整个video里 只出现指定的 红色绿色或者蓝色 这波操作 是不是有一点点出息咧 来到自拍镜头 这次走一个 中值不重量的路线 大家有一颗32MP的广角镜头 AI美颜 好看 夜拍模式 有 清晰度 很可以 后置镜头有的AI人像柳色视频 自拍 也有 虽然这次realme 7 Pro上面 少了一颗超广角镜头 不过这次的前置广角镜头 比我想象中还要超外一点 要和朋友自拍合照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一颗自拍镜头 就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你们觉得 OK吗 配置的部分realme 7 Pro搭载的是 Snapdragon 720G处理器 运行基于Android 10的realme UI 1.0 储存组合部分 有8GB RAM加128GB ROM realme 7 Pro配备了两张Nano SIM 和一张MicroSD卡的三卡槽 这是最高256GB的MicroSD卡扩充 另外 屏下指纹解锁和面部解锁的速度 也是妥妥的 那刚刚提到的Snapdragon 720G处理器 它是属于中段阶级处理器里面 注重游戏效能的嘛 讲到打Game realme 7 Pro这次就提升了屏幕 upgrade了你的视觉体验 这样在听觉体验的部分 也要升级一下 realme的中段机型realme 7 Pro 终于有双扬声器了 而且还支持Dolby Admos和Hi-Res认真 打Game就不会因为手不小心 打到一边的扬声器 就听不到谁了 游戏体验扬声 续航的部分也是realme 7 Pro的一大亮点 4500mAh的电池搭配65W SuperDart Charge 官方表示34分钟就能充满电 这个速度的闪充通常是搭载在旗舰机上 不过在realme 7 Pro上面就可以体验到了 诚意 再加一分 最后realme 7 Pro还是首款 通过了TUV来应可靠性验证的手机 这个验证是从日常使用 零件寿命 还有极端环境 三个测试方向出发 60个大大小小的测试 它都通过了 简单来讲 就是多了一个国际认证的品质保证 超 不笨的 我个人觉得realme 7 Pro这是最有诚意的升级 就是在中端机型上面 搭载Super AMOLED屏 65W的SuperDart Charge 还有看戏打GAME更爽的双氧天气 再打配这个手架 你们觉得这个性价比还OK吗?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留言分享 订阅金改热 还有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啦 我是金改热的Amy 下个影片见 拜拜